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黑洞频率》 影片一开场,在1969年的一个凌晨 从收音机里播报出了一系列的经文 首先说的是,在纽约的城市上工 80年来首次出现了北极光 然后说黄越工人在黄后区发现了一名护士的尸体 这是第三位被绰号叫南丁格尔沙尔摩杀害的护士 这个时候,一辆油罐车突然出事 作为消防员的忧郁叔和同事美,第一时间到达了车祸现场 傻大胆的忧郁叔知道自己是男丁号 这一时半会儿也交不了还票 因此凭着丰富的经验和不要命的精神 很快便救出了几名被困的龙套 这忧郁叔有一个幸福的家 儿子小郑泰天真可爱 老婆冷淡婶不仅胸大臀跳,而且爱帅小 老婆孩子热炕头,忧郁叔这小日子过得甭提多美 转场之后,时间来到了1999年 30年过去了,忧郁叔的儿子小郑泰 也从小屁孩变成了大眼哥 由于两人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事吵架 因此大眼哥的女朋友龙套妹一气之下 收拾东西就回问娘家 女朋友这一走,大眼哥瞬间就变成了诞生狗 除了活动活动不离不弃的左右手 只能一个人坐在门口喝闷酒 大眼哥喝完酒刚进屋 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背头哥 带着儿子不静子来了 大眼哥和背头哥正闲扯淡的时候 背头哥的儿子翻箱倒柜 找出了一台老式的无线店 长夜漫漫大眼哥确实没什么事可干 于是便拿出了他爹地忧郁叔当年的老照片 就在这个时候 那台老式无线店里突然传出了信号 大眼哥隐隐地听到 似乎是一个男人在呼叫 泰迪泰迪我是沙皮 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接下来大眼哥跟对方你一言我一语 聊得是非常的happy 这个时候镜头突然一转 我们才发现呢 跟大眼哥聊天的不是别人 正是大眼哥的爹地忧郁叔 原来在太阳黑子和北极光的作用下 1999年的大眼哥 跟1969年的忧郁叔爷俩 穿越时空连一场 由于这信号不是太稳定 两人聊着聊着就掉了线 第二天的晚上 爷俩又跨时空聊上 由于大眼哥准确说出了棒球比赛的结果 让忧郁叔一段崩圈了 两人是越聊越投机 也越聊越崩壁 最后还是大眼哥积累 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对方正是自己的爹地 可忧郁叔却觉得这事太科幻了 也太突然扯淡了 所以根本就不信 大眼哥说这都是科学 你可不能不信邪 明日在废弃的古类仓库会发生火灾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你将在那场火灾中领导 如果你想保重命 明天在救火的时候 千万不要自信仰 一定要选择另外一条逃生之路 果不其然 第二天的火灾准时发生了 时间地点和当时的情况 跟大眼哥说的是一模一样 忧郁叔根据大眼哥的指令 及时做出了改变 此理逃生捡了一条命 由于大眼哥人为的改变了历史 那么在他的时空里 很多事情也被做了香的调整 大眼哥晚上回到家 不仅发现和影里出现了 他爹地的身影 而且过去简报新闻的内容 都发生了改变 在之前的简报里 他爹地因为这场火灾领了盒饭 但当他找出那份简报再一看 发现忧郁叔不仅没有嗝屁 还成了救火英雄 忧郁叔那边也挺激动的 不停地给大眼哥发信号 当听到爹地的声音之后 大眼哥激动的是不要不要 大眼哥说 你这没领成盒饭 我这边很多东西都变了 咱这种人为改变历史的行为 上帝的老人家会不会有意见 而且我现在拥有两套记忆 一套是你活着的 一套是你死去 忧郁叔说 我这会脑子有点乱的 我到底领没领和乱的 大眼哥说 这事是简不断理还乱 我也搞不清 总之你以后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再嗝屁 接下来是爷俩煽情的戏 俩人说了很多的知情话 父子情神 场面十分的感人 虽然大眼哥通过人为的干涉 救了忧郁叔一命 但改变历史毕竟是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他妈咪冷带婶 本来这冷带婶安分守己活得好好的 可因为大眼哥的缘故 被南丁格尔杀人摸给干掉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由于忧郁叔那天没领证盒饭 所以接下来的很多事情都随之改变 大眼哥说 我妈咪在1969年的十元22号 也就是你那边的下个礼拜 就要被南丁格尔杀人摸给干掉 你现在必须赶快找出那孙子 随后大眼哥根据下一个 即将被害的护士的卷宗 查到了南丁格尔杀人摸的活动范围 在大眼哥的指导下 忧郁叔把本来应该被杀的护士给救了 当他根据大眼哥提供的情况 去救下一个被杀的护士的时候 被杀人摸给发现 忧郁叔看上去人高马大 可徒有其表 被杀人摸一顿圈大脚踢就做懵逼了 这杀人摸不仅拿走了他的价值症 还了解到他有一个凶大屯翘的老婆 当忧郁叔赶到护士家的时候 发现那护士已经被杀了 忧郁叔说儿子大事不妙 那孙子不仅拿走了我的驾照 还知道了你妈咪凶大屯翘 大眼哥说爹地你少安勿躁 你现在必须马上把你的钱包给我 那上面肯定有凶手的指纹 忧郁叔说咱俩差着30年呢 我怎么给你啊 大眼哥说你现在把钱包装在塑料袋里 放在一个30年都没人找到地儿 既然咱玩的是科幻 那肯定是有法玩 大眼哥的话如醍醐灌顶 忧郁叔当时就清醒了 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梦想 忧郁叔这边刚把钱包放进去 大眼哥那边又拿到 经过指纹的比对 杀人魔鸡贼叔终于浮出了嘴面 这哥们原来是一警察 转场之后 大眼哥在酒吧找到了杀人魔鸡贼叔 大眼哥说你这个大坏蛋 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我打算用特殊的手段 让你在30年前就领二块 大眼哥回到家就跟忧郁叔联系上 说爹地呢 那杀人魔就是警察鸡贼叔 你现在赶快找一个公用电话 匿名报案 爷俩正聊着呢 忧郁叔的好基友警察老抽叔 不经自来了 老抽叔拿出忧郁叔的驾照 说这也是在被害那护士的屁股底下找到 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招供 我们就给你上楼子 忧郁叔回到屋里跟大眼哥说 儿子出事了 现在警察认为我是杀人犯 这可咋办啊 老抽叔近屋一看 还以为忧郁叔跟同管发信号 急忙上前制止 两人这么一动手 把无线电子摔坏 来到警察局 忧郁叔把跟儿子联系的情况 向老抽叔说了一遍 说那警察鸡贼叔才是真正的杀人犯 老抽叔一听就笑了 说你甭跟着扯淡 你这不是拿我们人民警察开涮吗 这个时候 电视里刚好在直播棒球赛 由于忧郁叔准确预测出了比赛的结果 最终得到了老抽叔的认可 影片的最后是一场动作戏 鸡贼叔分别摸到了大眼哥和忧郁叔的家 准备打击暴服杀人命头 爷俩跟鸡贼叔搏斗的画面 在两个不同的时空来来回回的转换 看得人眼花了万 最终忧郁叔打破时空的界限 一枪让鸡贼叔领了盒饭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走唐吃一下节目 但从理论方面看 穿越应该能实现 为啥现在还不行 那我哪知道